健康同學會 同學會健康 歡迎參加五期健康同學會 安德 我們在講主題之前 先問一個問題 市面上賣的比較好的藥是什麼 中和感冒藥 感冒最常發生 口痛藥 指痛藥 消炎藥 好 我要問的不是這個 維他命 保健食品 好 不錯 我問的就是 他會覺得說對他有一些 寄予厚望 有一些感覺 好像是可以特殊功能的 寄予厚望 我知道了 你說男生的壯陽藥 我沒有吃過 你吃過是甜蜜的 因為我從來對他不寄予厚望 真的嗎 對 因為我已經沒救了 所以我不要 男怕不舉 男怕不舉 女怕胖嗎 對 可能有這個迷思 不過市面上的壯陽 宣稱有壯陽效果的藥 還真的是不少 你知道我看到一個數字 真的是挺嚇人 真的需要吃這麼多嗎 他說台灣男性 每年要吃掉 兩百六十五萬顆的壯陽 有啊 因為塑化劑的影響 讓大家的 然後金額大概十億左右 很恐怖耶 而且你知道最主要的是 我們常常吃的一些東西 食物也被宣稱有壯陽的效果 比如說牡蠣 蝦子 海鮮這些 連巧克力都說有壯陽的效果 我跟你講 我昨天看到一個超有趣的 這腳本 他說松露 你知道嗎 松露確實可以吹琴 但吹的不是人 吹到其他動物去 好 等一下告訴你 我知道啦 這是挖掘它的動物 是什麼動物呢 對 好 我們節目一開始 請潘老師告訴我們 今天的保健室電子報 美國醫學會的官方期刊 相當據全微信 最近連續發表了兩篇論文 那麼都是有關早期診斷 所謂阿茲海默症的一個檢測方法 那麼美國國家老人研究所 失智組的組長 巴克克爾茲主任 特別稱頌這兩篇是非常重要的 檢測發明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老人失智症目前來講 都是要等到臨床症狀出現 我們才知道說 他得了老人失智症 那或者是等他死掉以後 把腦部解剖以後 才知道說他原來是老人失智症 不過這些都太晚了 如果能夠早一點知道 我們可以早一點預防 或者早一點處理的話 那麼對於人類的幫助 是相當的大 所以醫學界一直都在想辦法說 到底用什麼方法 能夠早期來診斷 罹患阿茲海默症 那麼在美國的阿茲海默症的 這個人數大概是差不多 有大概三分之二裡面 是所謂的女性 所以感覺上來講 女性好像比男性來得多 那麼剛剛講說 他大概有五百四十萬人 罹患阿茲海默症 那麼平均存活的年數 是四到八年 當然就是說也有人很特別的 存活非常長的時間 所以大家也不要在意說 得到這個阿茲海默症 一定就是會在四到八年之間去世 不過當然很有名的 像這個所謂的美國總統雷根 他也是最後得到這個老人失智症 那麼在臺灣現在目前推估 大概有十萬人是罹患阿茲海默症的 那麼在美國發現這幾年來 他增加的比例也非常快速 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 那麼這一次的兩篇論文的第一篇 是由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非常有名的一所醫學院的 這個懷納博士特別研究 他研究了一個很特別的染色劑 他打到這個血液裡面之後 他會順著血液進入腦部 那麼黏在這個阿茲海默症的元胸 叫做澱粉斑塊上面 那麼黏上去之後 再利用正子斷層掃描 一掃他就會看到說 原來你開始有澱粉斑塊在年級 年級了 雖然你還沒有症狀 但是我知道你差不多有這個問題了 趕快處理 所以因此就相當的漂亮 那他怎麼做這個實驗 他找了一百五十二位的老年人 那麼原來都沒有任何的 所謂的老人失智症的 這個臨床症狀 但是他利用這種染色劑 跟正子斷層攝影 開始做檢查以後 就知道說 你開始有澱粉斑塊沉積了 慢慢的 你可能要有老人失智 結果真的臨床 就發現了他的這個症狀 或者有些人到了死以後 有二十八位在研究當中死掉 死掉之後做解剖 做腦袋解剖 發現說他的這個影像的 這個預測跟腦袋解剖的結果 完全吻合 所以因此這樣的一個診斷工具 就可以說是直接證明 因為他人死掉之後做腦切片 腦切片跟他的影像學做比對 發現完全吻合 所以因此這樣子的一個檢測技術 就被科學家所接受 你可以看得到這張圖表 就更清楚 這是一個正子斷層 掃描的一個影像學 因為他有染色劑在上面 所以你如果說有 澱粉斑塊沉積的時候 他會特別的紅 那如果沒有澱粉斑塊沉積的時候 就幾乎沒有紅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沒有紅色的是一個正常人的大腦 那也表示這個人呢 是不會得到阿茲海默症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左邊的這個大腦 有非常多的澱粉斑塊沉積 所以因此呢 這時候這些神經細胞 就會被壓死掉 那所以如果他臨床還沒有出現症狀的話呢 我們看到這個影像圖表也知道說 他大概八九不離十 很快就會有這個老人失智症 阿茲海默症的這個臨床症狀出現了 所以因此這是第一篇有關這個用染色劑 利用正子斷層掃描 可以看到的一個一個症狀 那麼另外的一篇文章呢 他更有趣 他說你利用這個正子斷層掃描 畢竟你還要打個染色劑進去 然後另外呢 正子斷層掃描 少一次要幾萬塊台幣 那如果說能夠再簡單一點 我直接抽血測可不可以呢 當然以這麼高難度的情況之下呢 他也做了一篇文章 你看一下也是在舊金山分校 看起來這個 這個Universal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這個非常的強 這個亞非博士呢 他知道說這個澱粉斑塊 如果沉積在大腦的話呢 大腦神經會被壓死 那因為這個澱粉斑塊沉積到大腦 所以流出在血液當中的 澱粉的這個煤就很少 所以因此他抽血測的時候呢 如果這個濃度降低的很多 就表示呢 他通通通沉積在腦袋去了 這合理啊 那結果呢這樣的一個做法呢 結果呢他也成功了 那麼他成功呢 他的說法是說呢 因為你的這個不論用 持症造影或者症子斷層掃描 他是更方便更安全 而且用血液試劑來講 又非常便宜 而且可以大量生產 所以以後往後的健康檢查呢 我們可能多一項 就是抽血檢測呢 這個澱粉斑塊在血中的濃度 如果大幅度降低的時候呢 就可以懷疑說 這個人可能有阿滋海默症的 你可以接下去再做什麼呢 再做染色劑加上症子斷層掃描 馬上就可以知道有沒有 那如果知道了以後呢 立刻就可以出手處理 因為我們現在有藥物 可以阻止他 澱粉斑塊的快速累積 那因為我們以前都只有 在臨床症狀發生之後 才有辦法用藥 都太晚了 如果能夠在很早期處理的話呢 說明這個人 中期一生都不會得到 阿滋海默症 像我們到老的時候呢 當然不要得了 但萬一得的話 你那個及早診斷 讓我們的病況呢 阿滋海默症 能夠停留在那個地步 不要這麼快的 變成比較嚴重 對 至好可以減緩 它的這個速度 好 這是醫學的新資訊 讓大家來做一下參考 好 今天我們的主題要講說 撞揚的食物到底撞不撞揚 我們要聽專家一起 他們的意見 還有同時來PK一下 對 我們也要提報很多 宣稱有撞揚效果的食物 很多啦 真的很多 好 我們趕快歡迎今天的來賓 加上這第十九章的老師 也是這個營養界算甜結的 謝一芳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五年四班 請嘉莉 嘉莉好 大家好 那今天是有新同學嗎 有一位新同學 以前跑線上的同學 對 他感覺怎麼擦 我們有一起跑 他好像比較年輕 他很年輕嗎 五年四班 胡孝晨 孝晨大哥好 大家好 以前我跟他一起跑過新聞 是跑那個陸委會 排機會 真的喔 那時候兩岸正在交流的時候 對 也是算熱門的餡喔 很熱門的餡喔 對 當時是熱門餡 現在還是啊 可是你覺得孝晨大哥 他需要吃這些壯陽的嗎 我覺得 因為他是社會 或許你會覺得說 那我怎麼那麼不禮貌 其實你看壯陽裡面 食物裡面好像都咖啡啦 茶啦 酒啦 我是問這個 你不要講太多啦 今天他第一天來 第一次來上同學會 就要來講這個難以啟齒的問題 沒關係 他就先貢獻 給我們一個笑話 對不對 孝晨大哥 事實上男人他對下半身 實在非常重視 重視到什麼程度 男人寧可大頭折斷 也不願意小頭彎腰 所以我一個朋友後來就這樣 就是他那次是到泰國去玩 到泰國去玩之後 因為泰國是男人的天堂 所以他當然就 除了有一些女生之外有沒有 另外的話就有很多的 所謂的藥物 有些藥物 然後他就去買了一個 叫做印度神油 我那時候一直不太能理解 你知道為什麼不能理解 印度神油在印度 為什麼他在泰國 買到印度神油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他就沒有想到太多 而且聽說他那時候買的時候 還買了兩百 兩百豬 泰豬喔 那算貴喔 你知道 而且那這麼小罐 那比我們一般的 那個區域還小罐這樣 然後買回來之後 他就回去要去跟他太太試 他就想說 可以這樣子重振一下雄風 我們是不知道他之前 有沒有是這樣的 非常的沮喪 反正就那天要試就對了 就去試之後沒多久 說大概晚上到兩點多的時候 我就聽到他很沮喪 聲音打電話告訴我說 你可以來那個某大醫院 急診室一下 我說幹嘛 你怎麼了這樣 他說你來就對了啦 我說好 那就去 去了之後呢 因為他還算是有點名望的人 他說如果等一下有記者來 可不可以幫我擋一下這樣 我們都認識嗎 應該會認識 結果後來之後 後來之後就非常好笑 好笑就是在於就是說 因為他那時候就試 一試了之後呢 馬上就這樣子提槍上陣有沒有 然後開始這樣子 那個沒多久之後呢 他跟他太太兩個就完全受不了 為什麼太辣 辣到一個不行 對 辣到一個受不了 最後的時候辣到之後 就變得就是說 因為那個地方很敏感 男生女生那個地方都很敏感 後來之後就辣到受不了 之後就趕快打119 因為他們也洗了半天洗不掉 後來之後就送119之後 後來再請那個讀物科的主任 讀物科 對 因為不曉得那是什麼東西 去化驗 結果去化驗 化驗之後才發覺到 那根本就是一個辣椒水 而且是高濃縮度的一個辣椒水 你知道那個 所以我後來跟他講說 你怎麼會在泰國買印度神油 印度神油應該在印度買吧 泰國這個是辣椒油吧 另外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要提醒很多觀眾 所以那是假的 那是印度神油 他是辣椒油 他是泰國 而且一般印度神油 是局部罵用的 冒牌 這樣子 因為我們健康同學會 是教導大家健康的正確知識 所以我原來也是跟這個 以前的國中老師一樣 不太贊成做有關 第十三章性教育的東西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說 其實這一張也很重要 原因是因為我們也怕 非常多的人 因為這個誤用了這些 所謂來路不明的這個藥物 造成身體的損傷 那甚至沒有辦法達到 應該達到的一個治療的情況 所以我們後來也同意做 這樣的一集 這樣的一個內容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還是要持續的鎖定 要能夠吸取正確的 一個健康知識 那麼男性應該要攝取 女性也更應該要注意 那麼壯陽的定義 在現在的西方醫學來講 他可以是一個廣義的定義 不用放上去 他的廣義的定義就表示說 他可以從這個所謂的精子的品質 因為我們現在男性不孕 他不孕的部分來講 他可以是因為精子數量不夠 或者精子的品質不好 所以因此我們在這個蜜膠外科裡面 有一個專業叫做不孕症的治療 那不孕症的治療通常是要針對 他的精子的品質 跟精子的數量來處理的 所以因此壯陽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廣義的定義裡面 其實也包含不孕的部分 那另外在大家比較常常提到的 有關勃喜功能的部分來講 那如果說在勃喜功能部分 有障礙的話 那麼當然也是可以算是 廣義的壯陽裡面的 甚至大家都集中在這一塊 但其實不是 其實整個蜜膠外科來講 他不是只集中在所謂的 鷹精勃喜的部分 他還必須要集中在剛剛我講 精子的品質 精子的數量 包括他的鎬固酮的這個濃度 是否正常等等很多原因 那當然這中間還有牽涉到 所謂藻蟹的部分 那藻蟹的部分 也在蜜膠外科裡面也有處理 所以因此剛剛提到 精子品質 精子數量 性育勃起功能 跟藻蟹的部分 通通涵蓋在廣義的 壯陽裡面的部分 那目前的這個 我可以跟大家負責任的說 現在如果有關勃起的部分 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任何人都能解決 現在西方的醫學 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所以不要相信 所有網站上所說的那些 莫名其妙的東西 你只要到大醫院的 泌尿外科 他們的泌尿外科醫生 可以完全解決你的問題 我可以負責任的講 沒有解決不了的 待會可以隨便你們問 那麼再來就是說 有關這個所謂的精子品質 跟精子數量的部分 早期我們在精子數量不足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人工受孕 那麼所以也可以解決到百分之八九十的問題 大概也都不會有問題 那但是後來我們有發現有些人 比如先天性精子品質確實不良 連精子都出不來 假設你至少有一個兩個精子 我們也能夠做受孕 但是如果說 對 如果說是完全沒有的時候 現在科技也非常的進步 我們可以從精子的前驅細胞 也就是說它根本沒有變成精子 在之前的細胞 它都能夠受孕 所以現在技術也非常的高竿 幾乎也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都能解決 所以我不曉得有什麼不能解決的 泌尿外科 所以你千萬不要以為說不能解決 那再來我要強調是說 在這一部分的這個生病 就跟心臟病跟這個糖尿病是一樣的 反正就是生病了 生病沒有什麼可恥的問題 所以這個不要匯集技術 到泌尿外科去找泌尿外科醫生 才是正確的方式 所以大家第一點就是 不要再去泰國買辣椒油了 直接去台灣的醫院 如果你覺得那是一個障礙 對你的心理生理方面都造成 很大的影響 第二個是每次健康教育老師 都不都不教我們健康教育十四章 拍到我們內方面的知識都很缺乏 所以我們今天建議 經營健康同學會要補足那十四章 但是剛剛潘老師說 那同學們 你是不是還在吃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對 譬如說吃什麼補什麼 常常吃虎鞭啊什麼那些東西 到底有沒有效呢 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了就是說 像這個酒跟茶咖啡等具有興奮作用的飲品 大家就說是不是可以撞羊 另外呢是這個動物羊具 或者是外型類似動物羊具的一些食品 像虎鞭你剛剛講到 這很多耶 牛鞭 鹿鞭啊 還有這個什麼竹筍喔 竹筍喔 你說我們那看像這個 一心不細 不是 可是這很利啊 所以這個也有說這個也可以撞羊 一柱請天 好 我不知道我這樣解讀 好 這樣說 再來就是說 是不是就是說吃這些繁殖力強的動物的 就是 對不起喔 就是有一些繁殖力強的動物 是不是也可以撞羊 我們看一下像尼丘啦 鳖啦 熊鵝 麻雀 那麻雀怎麼還那麼多 就是它繁殖力很強啊 所以我們要學它 對喔 那我想說大家都去抓來吃 怎麼還會那麼多 我的意思是這樣 可是它還是繁殖力強 它更多 它更多 OK 好 像這營養品怎麼會吃在這裡 就是母乳嘛 牛奶 蜂黃漿等等 所以這等等呢 都是坊間謠傳的 會撞羊的食物 到底這些有沒有效呢 廣告後來就為大家分析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安德 剛剛在廣告時間 家裡講了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針對這個主題 他說他只有知識沒有經驗啦 對 他經驗不足 他知識豐富 我聽人家說只有知識沒有知識 知識沒有經驗 哪里 那麼厲害 只有知識沒有經驗 我們之前一直在強調說 因為小朋友 很多的兒童 青少年可能不太 對於這件事情不太了解 所以他們只追求性知識 沒有追求性知識 所以性知識很重要 今天要讓潘老師跟謝老師 來告訴我們知識 我覺得這方面的教育真的很重要 對 我們就來看 剛剛有講說很重要 很多人可能誤把一些食物當成可以壯癢 對 那有一些原則讓我們男生能夠強壯 對不對 我們來請這個謝伊方老師告訴我 實際真的要男生強壯健康的話 其實要講完這些原則才不對 而不是吃什麼壯癢 好 我們就跟 就接下來那個潘老師的話題 他說其實我們所謂壯癢就是讓男生的經驗的濃度跟品質會比較好 叫壯癢 對 那要壯癢的話通常就是有些飲食方面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要補充適量人體必需的酶 我想這個酶要用另外一個意思解釋 就是一些抗氧化物或一些營養素 譬如說有些營養素其實是有幫助的 也不算 應該是算一些輔酶之類的 譬如說像我們可以講 譬如像弱酸 有個營養素叫肉酸 那肉酸它本身可以增加精子的 精蟲的活動能力 等於它能量增加 那另外像維他命E跟維他命C 它也算是這種 在我們氧化還原反應當中 一直有輔酶的作用 那這個輔酶的話 本身像 尤其我們發覺精液裡面 維他命C的濃度是一般的血液的十倍 所以表示說維他命C對一個精液的品質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之外呢 還有一些C 所以抗氧化成分的C 像C的話呢 他發覺如果C足夠的話 讓我們精子的品質會比較好 至少就是說像一些精元母細胞 要產生精子的時候 精子比較不會有一些變性的產生 所以C也是很重要的 當然除了以外呢 還有一些鑫啦 或是維他命V6啦 甚至一些輔酶 他們輔酶的話 像輔酶所謂的Q10的話 他發覺跟精子的一些運動能力 有關係 如果說你補充足夠的Q10的話 精子運動能力比較好 所以就回歸到潘萊斯 所說的話題 一個男人如果說要壯揚 等於是說讓受孕能力提升的話呢 可能要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 還有要補充蛋白質 我們知道精子 精液來源最主要是蛋白質 如果蛋白質足夠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讓精子品質會比較好 還有補充適量的新元素 因為新元素其實是跟我們 他們發覺一些不運症的人 其實補充新的話呢 可以讓精子品質更好 那在國外的實驗他會發覺是說像一些青少年如果缺乏心的話呢 他的那個性 生殖器官會比一般的那個size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補充心其實也很重要的 然後呢要補充適量脂肪 我們知道所謂搞固酮來源是來自脂肪 如果說完全不吃脂肪的話呢 其實就沒有所謂 他們要做材料的來源 所以飲食當中一定要適量的脂肪 但是不要過多 過多的話 你血脂肪過高的話呢 產生糖尿病或是心臟病的話 反而會造成一些性功能障礙 所以那以您的觀點來看 這四點有綜合出來某種食物嗎 譬如說 竹筍符合這四點嗎 那虎邊符合嗎 虎邊當然不符合 可是竹筍的話 我跟你說 如果說一個男人 他到年過半百 他本身有心血管疾病 然後血液可能是有塞到 那因為一旦會有糖尿病的 情形產生的話 他可能血液循環不好 這時候可能性功能也會有障礙 這時候吃竹筍的話 反而可以清血管 不是說可以撞羊 而是說對他 清血管 了解了 對他別的東西 你講說虎邊那個基本上是有問題 你知道 說要請各位兄弟們 就饒到這一大貓 為什麼 因為我養貓的 所有的貓科動物的時候 交配就三秒 我跟你講 他沒有很久 不是三十分鐘 不是三個小時 就三秒 每次都三秒 因為我曾經有一次拿馬表在那邊算過 一二三 然後他就結束了這樣子 所以你覺得吃虎邊會有用嗎 很懷疑 那是我們以前的觀念認為吃什麼補什麼 所以虎邊牛邊什麼 大家吃得好高興 所以其實那個 那個都沒有用 而且那些東西是保育類的動物 那其實動物的荷爾蒙跟人的荷爾蒙還有一個距離 我們說吃腦補 我常常說我們吃豬腦補什麼腦 講到這個虎邊 我跟你講 真的有人去吃他 雖然是保育類 我跟你講 就是有一對夫婦他去大陸 他主要是要求子 希望是能夠有小孩 對 結果就是那種兜售的小販 就跑到瑤爾就說 我有虎邊 你要不要 他說 虎邊 這不是很珍貴嗎 好 他真的花很多錢買回來 那夫妻倆就把他拿去泡酒 對不對 好 第一瓮喝完了之後 怎麼沒什麼效果 他覺得這虎邊看起來滿新鮮 好 再灌酒精 再泡第二瓮 喝完之後 怎麼好像沒效 乾脆把虎邊拿出來一次 一次之後 怎麼是塑膠的 真的嗎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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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膠虎邊 一個 衛生薯豬腰 所以你看花了好多冤枉 主委就提到這一點了 真的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剛剛謝忻芳老師 剛剛的四個原則 我覺得很重要 基本上等於說 我們要從日常的食物當中 獲得酶跟蛋白質跟脂肪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才能夠強健身體 現在目前大家可能常 認為有壯陽這食物 到底有沒有效 是不是大家誤解了呢 好 第一個誤解 因為我們看的是 牡蠣 這個最常說 對 這個最常的 就是因為牡蠣 是這個西方人 很崇尚的一個 所謂的催禽美食 他認為有催禽的作用 但是從營養學的角度 來說牡蠣有大量的礦物質 還有一些微量的元素 鑫 剛剛老師有提到鑫 也要有鑫元素 只能提高這個系統的免疫力 但是沒有催禽效果 但是可能會怎樣 腹瀉 因為它是生的 我有朋友就是到那個 就是夫婦倆到泰國去度假 然後真的就有牡蠣 就猛吃牡蠣 就想說你知道要那個 結果後來回到房間 兩個都不行了 就狂拉 就完全沒有辦法 拉肚子 因為萬一不新鮮 對 因為這個處理 因為生食總是比較危險 而且牡蠣一定是吃生的 沒有人把它煮熟來吃 煮熟了可能就破壞 它裡頭的一些元素 所以都是用生的來吃 然後吃了一大盤的牡蠣 之後就去上附生 蝦老師你剛不是說 我們男生要多補充心嗎 因為是精子的基本元素 那這個有心 這心很多 那應該多吃牡蠣沒錯 那其實牡蠣的話是這樣子 牡蠣是增加所謂壯陽 如果說我們用剛才潘老師的觀點 是說增加精子的品質 跟精子的運動能力的話 牡蠣的確是有它的效果 但是如果說我們所謂的 像威爾鋼的效果的話 那是沒有 那可能是冠覺比較多的 大家要搞清楚 那牡蠣的話 期待也想太多了 對 好 那譬如說像那個牡蠣的話 它心含量其實是非常高 十五點五 它其實心跟我們身體 免疫能力有關係 而且跟蛋白質製造有關係 我們知道精子來源 也是蛋白質 其實補充心還是有它的幫助 那不過牡蠣唯一的缺點 有時候如果說我們牡蠣 如果跟一些飽和脂肪 在一起吃的話呢 可能會影響我們血中的膽固醇的值 所以我們吃牡蠣 絕對不能跟肥豬肉一起吃 不能跟豬油一起吃 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這樣子 那我們看看同樣那些海鮮 它的心含量 就比較 蝦仁只有二 那就是一個傳說 對 蝦仁比較少 然後呢 其實乾貝量比較高 那蝦仁的話呢 他們最主要是因為蝦黃的關係 蝦仁它那個蟹黃 它裡面是膽固醇 其實膽固醇就是所謂固醇類的來源 它應該是固醇 也不算膽固醇 他們發覺這種固醇也可以轉成人體的荷爾蒙 就是為什麼說吃蝦藥 對男性女性都有幫助 就是蝦藥是這種就是所謂的 男性荷爾蒙跟女性持激素的前質 所以就是說吃蝦藥也可以壯癢 也是這個道理 那所以我們說吃蝦仁啊 什麼這些海鮮啊 那潘老師是對我們的男性有幫助嗎 還是沒幫助 海鮮呢 我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呢 我先回答一下 雅芳剛剛講到那個幻覺 因為如果說一個男性 他的這個搞固醇濃度都正常 然後再加上他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勃起功能的器官都正常 那麼結果他還是有問題 就是他還是有布局的話呢 那這時候我們把他歸咎為叫做 心陰性的揚尾 那心陰性就是他只是心理情緒上的問題 其他他的功能是完全正常的 那這種是在現代人來講 他有佔一定的比例 很多的 佔一定的比例 對對對 他有一定的比例 那像這種的人呢 他就非常需要一個安慰劑 所以當他覺得他可以撞揚的時候 他就能撞揚 他不用那個東西是什麼 所以我就我就算拿一顆澱粉給他 然後我跟他講說 這個是經過醫學證明 非常有用的 他吃下去他那天就是很正常 所以這是完全在心因素 心理因素裡面所造成的揚尾 那這個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如果說他是因為有原因 比如說像剛剛我講的 是因為雄進激素低下 或者是說因為勃起功能的器官 產生問題 那麼這個這個安慰劑就沒有用了 所以我們必須在密尿外科裡面 就是要先分別 就是說他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但是有一大塊就是我剛剛講 這個幻覺可以代表 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先回應這個事情 因為很重要 對 心理 好 那接著再回應你剛剛講 你說像蝦子啦 對啊 這些東西的話呢 這些東西當然它就是一個蛋白質的來源 所以那蛋白質的來源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增加什麼勃起功能啊 什麼的 它不會增加這些東西的 那至於說因為營養充足 使得你精子的品質好一點啊 這個樹木好一點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本來我們就要求你的營養要均衡嘛 那你營養均衡的情況之下 你本來身體的功能正常的時候 當然它的所有的這個品質就會增加嘛 不只是精液的品質增加啦 其他的肝臟功能 心臟功能都會增加啦 我知道了 下次我老婆叫我多吃蝦子的時候 我可以拒絕了 沒有 你笑 沒有 那嫂子好強迫你吃嗎 有 常常啊 真的嗎 那他應該要請他吃蚵仔才對啊 或是正牡蠣就是生蠔啊 比較高一點點 用接近那個信仰一樣更高一點 好 我們先進程廣告 廣告回來之後還要討論 房間還有一種說法 說生雞蛋也可以壯揚 究竟是不是如此呢 廣告回來之後給大家分析 歡迎回到 五七健康同學會 好 我們趕快就來看一下 剛剛安德講吞這個生雞蛋 到底可不可以壯揚呢 就是我們今天誤解二 要特別跟大家來探討 就是生雞蛋 吞生雞蛋是一個很man的行為 但是未必會壯揚 我猜 答案是不是這樣 小姐 我先補充前面 剛剛講的那個牡蠣 那個如果有些 如果有些觀眾朋友 如果你吞了兩顆牡蠣之後 就開始小鹿飛飛的時候 突然間你的那個 那個地方 從緩伸電梯 突然變成高速電梯的時候 不要太高興 那跟牡蠣一點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澳洲有一個 專門在養牡蠣的 結果他在二零零七年開始的時候 拿威爾鋼 把威爾鋼磨碎之後 拿來餵牡蠣 這個已經造成 某些的牡蠣上已經污染了 因為還不 目前還不曉得說 他到底就是說 只能吃下去之後 會不會出現像有如 在吞威爾鋼那樣的一個 同一個反應 尤其有那種心血管疾病的人 你們在吃這個牡蠣的時候 你知道吃下去突然間覺得 不太對性 有效喔 就是 怎麼突然間超級有效這樣子 不用太高興 吃了威爾鋼的牡蠣 吃到吃了威爾鋼的牡蠣 那這個會對生命有危險 那你剛才講到雞蛋 我們常在看到就是有那個 像香港不是那種 武男的物片子的時候 對不對 對 就開始就看到那個男主角 就拿了這樣子一個杯子 然後這樣一個雞蛋 一盒一盒這樣打下去 對不對 難不知把它吞下去了 事實上這樣到底有沒有用呢 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雞蛋它可以製造這個荷爾蒙 它有高蛋白 但是它熟的跟生的是差不多的 但是沒有什麼效果 然後以前就曾經有發生過一個 真的是臺灣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那種 我們講鴨啦 就是所謂的牛郎 它也就仿效那個香港的 這個所謂的這種武男 一樣的方式 它也吞了很多生雞蛋 就吞完之後 大概沒多久之後 它要送醫急救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那時候就 我記得好像是打了二十多顆 然後在一個 也是在一個很大的一個杯子裡面 一口氣吞下去 結果它會來擦氣 一擦氣之後 那某些那個蛋黃 就流到它的那個肺 肺部裡面去 引發了一個肺炎 後來之後 它就送到醫院去急救 所以很多東西 千萬不要亂吃 真的 對 沒錯 那潘老師 我看到有一個研究說 那個生雞蛋不行 但是臭雞蛋搞不好以後 可以跟狀癢有關 那個部分 還在研究當中 因為我對那個也不太相信 因為我們人類呢 在擴張這個動脈的時候 需要從內皮細胞 要先分泌一個化學分子 叫NO 叫液氧化氮 那但是其實它的機制是這樣 就是一個男性 必須要先有sensory input 就是叫做感官刺激 這感官刺激 它可以從視覺 聽覺 嗅覺 觸覺都可以 那麼進來之後 就會產生sexual desire 那這個sexual desire 開始產生之後呢 它就會 send一個message下去呢 到陰莖的動脈裡面 開始分泌NO 那NO分泌之後呢 它就會讓這個 這個內皮細胞 再分泌一個叫做 Cycly GMP 那這個Cycly GMP呢 它就會讓這個陰莖動脈擴張 擴張之後呢 大量的血液就會灌進去 所以因此呢 目前我們比較熟知的分子呢 是跟NOE氧化氮有關係的 那至於說你現在提到的 有關臭雞蛋 他們特別提到硫化氫 就是HS H2S啦 這個東西 我在生化課本裡面 完全沒有看到 有 我不認為這個跟 跟任何正統的醫學 有任何的關係 對 好 那我們來看物解3 是什麼呢 常被我們物解 辣椒 對 辣椒其實是在這個 印度跟南美洲的人認為 因為他們這個外觀 有一點像男性的性器官 那因為它味道很辛辣很刺激 然後吃起來很像這個 如火的愛奇有沒有 吃辣椒大家都會知道 有這個臉紅心跳 心率加快的一個狀況 那就會覺得好像 好像性欲被激發 但是事實上辣椒所含的物質 只有抗氧化的這個功能 能夠促進新陳代謝 有些研究說它可以止痛 但是完全跟壯陽無關 對 那一般來說 像辣椒其實有個東西 它跟壯陽無關 可是跟精子品質有關 可以增加精子品質 因為它裡面有那個 所謂的茄紅素 他們發覺說男性的精液裡面 它的茄紅素量特別高 所以如果說有不孕症 或是說本身精子活動力 比較差的人 可以多吃像類似 茄紅素比較多的 那我們就應該吃番茄 對 番茄也可以 辣椒也可以 紅的西瓜也可以 所以有時候 過去有人認為說 像紅西瓜的瓜子裡面 還有所謂精氨酸 他發覺精氨酸 就跟剛才潘老師講的一樣 精氨酸裡面 可以產生液氧化蛋 所以他認為是說 可以幫助所謂的 怎麼講 男性的雄風 那那只是一個推論而已 那不管如何 你只要吃西瓜啦 吃這種紅色像是番茄啦 或是辣椒 沒有茄紅素的話 都可以增加你的精子的品質 其實對助孕 還是有幫助 了解 那還有一種菜 也是常常被大家認為說是 狀陽聖品 對不對 就是韭菜 那韭菜又有什麼東西 它裡面呢 有人認為是 它的辛含量比較高 但是沒有牧力那麼高 可是它裡面也有類黃銅 那在我查文獻 他們是在上海有做個研究 他們認為是說 像血洋菜的紙 它是認為它是有催情作用 催情跟壯陽好像又沒有 又不一樣 對 潘老師 那你覺得這個呢 這個也沒有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效果 沒什麼效果 因為為什麼 我為什麼說它沒有效果 因為我們在西方 因為我本身是藥理學的老師 那我們在藥廠 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這個靈感是要來自於 民間的一些習俗 對 就說我們在研究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到底什麼東西可以幫助男性 如果他有這個勃起功能障礙的時候 或者什麼 我們能不能幫他的忙 那我們這些化學結構 不是憑空想出來的 我們不可能說是憑空想出化學結構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想說 在整個人類生活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人曾經有過類似的經驗 好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聽到說 韭菜有這個功能 或者韭菜籽有這個功能 那我們化學家的眼睛就增大了 就想說那我趕快買一大堆 這個韭菜籽或韭菜來 然後我就開始怎麼樣 做萃取 做萃取 對 我就立刻會把它做萃取 那今天我沒有空講怎麼萃取 其實我們是非常高竿的 就是會把它分成不同的這個fraction 就是不同的部分 然後我們把每一個部分 都拿去做實驗 看看它能不能夠有功能 那如果已經有功能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個化學結構拉出來 然後做修飾 然後做修飾 那如果說假設說它有這個功能 然後我們也研究過有的話 早就變藥了 就不會留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東西已經相傳甚久 今天不是說這個東西到今天 你才告訴我我才知道 那我們研究這個東西 比如說以早期來講 我們威爾剛沒有問世之前 我們一直都很困難的 就是我們沒有口服的 所謂的這個揚尾的藥物 那自從威爾剛出現之後呢 當然造福了非常多的人 我們也認為是劃時代的進步 可是韭菜這個東西 我們已經研究很久了 所以不管你怎麼講 如果有效早就變藥了 沒錯 不會還留在這裡 那潘老師經理這樣講 海鮮沒效 牡蠣沒效 韭菜沒效 那就都沒效了 不是啊 可是那你營養成分要均衡 比如說以剛剛我們謝老師 講得非常的完整 就是說你比如說像抗氧化物 像類黃銅 維他命C 腥 蛋白質 從日常生活當中 對啊 所以我們待會兒也會講 像什麼黃豆 多谷米 奇異果 南瓜籽 番茄 韭菜 大蒜 鮭魚 家裡 牡蠣 都要多吃啊 那這樣我安心了 還是可以很多人吃的 剛剛老師講一個重點心理 對不對 心理有用 健全健康很重要 好 我們來看物解釋 是 這是不是有錢人才可以吃的 我們看一下 這個太高級了 如果這個是撞陽目也太高級了 松露 對 我常會勸很多人講說 你可以有陰的眼睛 抱得敏捷 但你不可以有豬的腦袋 如果你相信就是說松露 它是可以所謂的撞陽催情的話 你就等於就跟豬差不多 為什麼 因為美國有一個 研究松露的這麼一個專家 他後來發現到 這個所謂的松露的 就有撞陽效果 只有豬 豬到聞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基本上來講 它是會發禽的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 千萬不要在這個部分 跟豬學習 另外的話 我絕對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愛買松露的這個 我號稱有所謂澳門 尾小寶之稱的那個賭王 何鴻燊先生 他買了很多松露 他最主要目的 是為了能夠品嘗松露的美味 跟佐菜而已 各位也不要太相信 可是他生很多耶 是 他最近因為生理不太好 但這個也跟松露沒什麼關係 如果把 如果你有錢 拿來做一個收藏 我是OK的 這樣子 但千萬不要相信 他可以撞陽 因為一般吃松露品嘗松 就是可能年紀大一點 然後有社會低位很有錢 很貴 難道他們是這個部分 也需要加強嗎 這個好貴 對 這是滿貴的 像我們這個買了 一 二 三 四 五 五顆 七百塊 對啊 那還是品質比較 不過是滿香的啦 就是一般菇的 味道更濃一些 我這輩子沒看過松露 好 那潘老師來聞一下 聞一下要十塊 我朋友他們去義大利 真的買松露 然後他說 根本沒有效果 吃了其實沒有任何的感覺 他們買的時候 也是想要撞陽 當然 當然 去義大利度蜜月 當然要 他可能沒撞陽的效果 但是他是美食之一 我們藉這個機會 來看一下松露到底是什麼 好 你看 松露它是一種 訓類的總稱 大約有十多種不同的品種 大部分是在 闊葉樹的根部 著絲生長 那松露本身吃起來 並沒有特殊的一個味道 但因為散發著 特殊的氣味 自古以來就有很多人 因此而著迷 那歐洲人 歐洲人呢 把這個松露跟魚子醬 還有鵝肝 並列為世界三大的一個 這個加油 真修 那屬於高貴食材之一 那特別是法國產的 黑松露跟義大利產的白松露 評價是最高 你看可以這邊 有黑跟白的 這真的是很對 很多義大利菜都用這個 對 但是沒有撞陽效果 所以大家也不用 松露去買 它是有催情 但催情動物剛剛講 對象是不一樣 是豬 如果我們是養豬戶的話呢 有效 那是很貴耶 豬一聞一聞 就開始去交配了 對啊 所以可以生好多小豬仔 其實他們在野方 或是要去找松露 都是用豬嗎 用豬去挖的嘛 挖出來的 好 我們再來看還有一個迷思 對 好 如果這個有效 我就很高興 真的嗎 對 因為是我愛吃的東西 你常吃的 好 巧克力 其實巧克力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它有一點點的效果 是因為情人節的關係 因為人類最大的性器官在哪裡 大腦 如果大腦覺得它很有效果 就像剛老師 潘老師講的 就是那種安慰組那一組 為什麼吃了澱粉都有效果 就是大腦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會讓你很有效果 那因為巧克力跟興趣會連在一起 都是因為情人節要送巧克力關係 他會把巧克力跟愛情聯繫在一起 所以就會覺得說 我吃巧克力是不是能夠撞氧 可是從營養學來分析 因為巧克力主要是可可的這個成分 它能夠抗氧化 能夠降血壓 但是不能讓人家一夜省勇 如果你真的有氣質上的問題 就是器官上有問題的話 它不會讓你撞氧的 我們還有一個誤解 我們先進入廣告好不好 趕快回來之後再看看這個誤解是什麼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Ander 房間大家還有吃什麼壯陽食物 就迷信的呢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第六個 也是常常大家會誤解是什麼 香料 這個香料跟剛的不一樣 韭菜也是有辛香的味道 不一樣是嗎 不太一樣 對 這個是屬於亞洲人的傳聞跟迷思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傳聞跟迷思 因為像東南亞跟南亞 這些國家它大部分的料理 都擅長使用香料 他們在香料裡的形容 我們可以從很多詩詞裡面 可以看得到 像例如他們會把香料形容成為女人 形容成為愛情的過程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有一個傳聞 都認為香料它事實上 有這種壯陽跟催情這樣的效果 可是在美國有一個 在一個基金會他們研究之後 發覺到事實上 你這樣這樣子的香料 把它加進去之後 當事人飲用 不管今天是情侶也好 或者是單獨個人也好 他們吃下去之後 發覺對男生跟女生 那個地方的沖血 並沒有多大的幫助 因為這樣子 所以香料這樣子能夠壯陽 這樣的一個說法是被破除的 所以它只是好吃 好香 然後沒有那方面的攻下 大概想太多了 增加情趣有吧 對 有啦 其中有一集 你記不記得我們有做過 男性十大 又有活力 又有健康的食物 就重振雄風的嘛 對 重振雄風 其實我們應該吃的是那些 而不是我們剛剛介紹的那些 剛剛潘老師 很乖乖乖乖乖 很乖乖乖也有唸過一次 再讓他複習一下 好 包括了 黃豆 多谷米 七果 南瓜籽 番茄 韭菜 大蒜 鮭魚 咖哩跟牡蠣 所以我們應該吃這些 確實也有些新元素的 而不是什麼松露 什麼巧克力之類的 或是辣椒 對 吞雞蛋 關於這個部分潘老師有沒有補充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其實你這個如果真的有問題 一般是我覺得應該分成兩類 一類是根本沒問題 然後在那邊猛補 那我就跟這些人講說 那就不必了 你就正常生活就OK了 那一種是真的有問題 那也別補了 就是趕快去泌尿外科醫生 什麼都能解決 所以我想把它分成這兩大類 會比較貼切一點 因為你如果原來沒有問題的 你叫他去看泌尿外科 沒有意思嘛 那原來有問題的 你再怎麼吃這些飲食也沒有用啊 所以我不能說對於有問題的人說 你只要吃這些飲食就OK 這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你必須要先把這兩個問題切開 那但是當然就是說 剛剛我有講過一部分是說 他是真的有問題的必須處理的 比如說他的睪固活動有低下 比如說他的這個陰莖的這個動脈 有這個問題 或者他的這個靜脈回流有問題 或者是什麼的 那個要醫生來處理 那除此之外有一塊是新陰性的 就我剛剛講的 那是新陰性的 因為男性在睡覺的時候 因為仰臥的關係會壓迫到我們 脊椎上面的神經跟膀胱 會壓迫到這個神經 所以他晚上一般是會勃起 如果功能正常的話 那因為晚上勃起你不知道 那這時候呢 因為有一個感壓器 接在記錄器上面 所以我就可以觀察 在晚上睡覺的這七八個小時之內 陰莖的內壓有沒有增加 我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到底真的不知道 一次就解決 那就會告訴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其實在家裡頭也有人在做 就叫做郵票測試 郵票不是常常的 然後下面的膠可以黏 但是又不會那麼黏 像一般膠帶那麼黏 就把它黏在你的這個男生的 伸直器跟這個下面的肌肉 如果晚上有勃起 那個郵票會彈掉 那它黏很長喔 從那個鋸齒不會啦 從那個鋸齒那邊 崩開就可以了 謝老師補充一下 其實好像十大那個 就活力英雄的事物當中 其實有很多是很好的抗氧化劑 譬如說像奇異果的話呢 它裡面就很豐富的維他命C 對精液的那個品質有幫助 它裡面的精安 雖然也可以幫助一氧化蛋 那南瓜籽呢 含很豐富的新 那至於咖哩呢 因為咖哩裡面有幾個香料 譬如像豆蔻啦 還有丁香啦 還有肉桂 他們發覺這有催情的作用 如果說催情 催情大概也不是壯陽啦 如果說你希望讓自己 比較有情調催情的話呢 可以多吃些咖哩 那他們發覺咖哩另外還有一個叫做 叫做浮水籽 浮水籽本身也可以讓我們經驗的量增加 所以其實我覺得男生 如果真的要催情的話呢 那可以多吃點咖哩 還是可以 好 我這邊提醒很多這個家裡面 如果家裡有擺這種東西 蠶酥 不是蠶豆酥 是蠶酥 這是一種中藥材 這個是外抹那種的 千萬不要讓小孩子拿到 因為前段時間有一個男的 就是因為他喝醉了 結果在家裡面看到一塊 很像餅乾 他那樣子長得很像餅乾 因為他乾燥過 他是從殘的那個 殘除的那個什麼那個 這後面有一陷體 或者皮膚上的陷體 他萃取出來之後 把它曬乾出來的東西 這是一種壯陽藥物 包括他是外抹 他不是內服 結果以前 結果後來那個男生 就把他吞下去了 就把他當作餅乾 小餅乾把他吞下去 吞下去之後呢 結果後來就造成急性中毒 送醫急救這樣 差點命都沒有 所以家裡面 如果有擺這個東西的話 有沒有 千萬把他放在一個 非常安全的地方 不要讓小孩子吃到 是外抹的 不是內服的 不是吃的 不是餅乾 所以以後看到餅乾 還小心點 不要吃到殘酥 還吃健康天然的啦 對 好 我們節目最後 請潘老師告訴我們 今天的保健室小兵零 請注意喔 如果你真的是要 這個把你的身體 照顧好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 不要亂吃藥 對 拜託拜託 所有的藥都停掉 不管是網路買的 地攤買的 什麼各國 世界各國買的 通通停掉 只要不是醫生弄的 只要這一件事做到 你就成功90%了 然後再來就是 通常來講 這個褲子不能穿太緊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因為鎬丸很特別 鎬丸的溫度 我們身體的體溫 是大概36到37 但是鎬丸比較適合的溫度 大概是34到35 大概低 大概差不多1到2度 如果說你的溫度 提到大概37度左右 那個精子的活動力 就下降了 就幾乎沒有活動力了 所以因此呢 你如果穿著很緊的內褲 讓鎬丸貼到比較高溫的地方 或者你經常泡熱水浴的話呢 那確實會造成精子品質的下降 精子活動力的下降 所以這兩個要特別注意 另外一個就是呢 剛剛我提過 它是一個血管器官 所以你抽菸喝酒 會造成心臟血管疾病的 你要立刻戒掉 如果你還在抽菸 今天就戒掉 拜託我已經講了恩變了 對身體沒有一個地方好的 通通是壞的 抽菸全部戒掉 喝酒呢 少喝一點 意思意思 這個倒不反對 另外就是環境因素 這個環境因素呢 事實上現在是防不勝防 但是呢 你只要收看健康同學 我們會教你 怎麼樣把這個環境的毒素降低 當然像現在這個塑化劑 也是一個很糟糕的一個環境因素 那當然我們現在目前 大家都學會了 要喝天然果汁 麻煩耶 從今天開始喝了 吃新鮮水果啦 也不要喝果汁啦 聽我的話啦 完全用嘴巴咬就好了啦 對 那就沒問題啦 就做到這五點就OK了 對 吳孝晨呢 孝晨第三點可能沒有做到 哪一個 對不對 孝晨你現在有抽菸有喝酒嗎 有啊 對啊 你看 我們也要摳很大了 我們已經勸服了一個叫做 但是這是幫老師的建議 但也許他想說 他也沒這方面的困擾啊 會不會 但是抽菸喝酒 畢竟這個 副作用比較多 比較多一點 你是抽菸還是喝酒 哪都有啊 不過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去泰國買印度水果 好 當時我覺得 正正挑來那個 就是香料的味道 你有沒有味道 香料真的很香 對啊 有些人家娛樂的感覺 對 有娛樂的感覺對不對 只是推薰啦